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保持什么 打完了仗回去按照每个人的地位高低分战利品这种方式 没有国家的一个概念 因此到了拓拔红这个时候他想如果要让北魏继续下去必须要改革才行 那什么叫改革呢 改革这两个字源于很早很早时期春秋战国时期赵武陵王胡扶骑射的时候 赵武陵王自己国家战斗力很低 为了提高大家的战斗力就要练武 但是穿着自己赵国的衣服一层又一层发现不行 要射箭的时候 怎么回事 衣服卡住了 砍人说 怎么回事 衣服太多卡住了 那就要改少数民族那种小马甲小杆肩短短的才方便行动 那北方的那些小马甲小杆肩基本上是皮革做的 所以叫改革 改穿皮革做的 俘人的衣服 那到这个时候他也玩改革了 他改革是什么呢 我们国家要长久 就要向汉人学习 学习他们治理国家的方式和他们的文化 从我开始改起 第一个 学习汉人的语言 第二个 跟汉族女子同婚 第三个 学习儒家文化经典 第四个 写他们的汉字 第五个 把我们国家的都城 也往南边迁到洛阳去 这惨了 所有的显卑族的人都开始反对他 干嘛要这么多 我们都习惯了这个样子 为什么我们要穿汉人的衣服 干嘛我们要迁到南边去 我们在北边好好的 南边太热我不去 我们已经习惯了 要我们说汉话 何必呢 你把年纪还要我们写汉字 干什么呢 就不愿意去改 我们最喜欢这个 就是原始人一样 傻乎乎的生活 我们高兴 但是这个人很猛 一拍桌子 必须改 他把自己的儿子 亲生儿子干掉了 儿子又带头 你知道吗 带头不服他 因为汉人要扎头发的嘛 对不对 拿一个布金裹起来 他就是服 过了两天 自己闪下来 嗯 他就把自己的儿子 开刀干掉了 你看看 我亲生儿子都能干掉 还有谁敢 不服我改革 哦 这个时候 慢慢慢慢慢慢 大家都吓怕了 开始改 开始改 北魏才开始强大起来 但是当中也积聚了矛盾 所以北魏 没干多长时间 就被分成东西两派 这个是急什么呢 急叛逆 风云人物 讲到这个地方 我们就到此为止了 相信这四个人 应该以后就会记得南北朝时期了吧 南北朝明歌第一个部分 我们来看南朝明歌的特点 任何一个地方的文学 肯定会带着地方的特色 因为地方的风俗 习惯 地理风貌 甚至是方言都不同 对吗 对吗 这是很不一样的 南边这个地方 江南自古以来被称为鱼米之乡 富得流油 长什么出什么 好吃的 到处都是 漂亮衣服 到处都是 丝绸到处都是 哇这个地方富得不得了 景色又优美 所以人活在南朝 基本上是一栽一栽的 又不愁之不愁穿 于是南朝的南歌 会往哪个方向发展呢 两片 在南京周边 因为说的是 无地方言 所以叫做无歌 湖北这块地方 叫做西曲 是根据方言来分的 但内容又有不同 这其实跟南北的性格 有着完全的不同 南边 翠绿的 你们现在冬天啊 火车往南边去 北边已经是一大片枯黄了 全部都是什么什么树都没了 越往南边去 越热 越往南边去草越绿 越往南边去鸟叫得越欢敞 南边的人和北边人的性格 也完全不同 那南歌 当时的南朝明歌 由于大家生活 悠哉悠哉 所以大家想的都是什么呢 谈情说爱 基本上都是表现男女恋情的歌 写这些歌的人都是男人 但是呢 往往是一种女孩子的视角来写的 这是一个特点 还有一些专门描绘女子体态容貌的 你别看到恶心 但是用的一些修辞 用的一些方法 还是非常不错的 冤冰后三尺 速血赴千里 我心如松柏军情 复合四 子叶四十歌 再往这边看 南歌 这一些特别特别重要的特点 第一个 风格 委婉缠绵 清新自然 第二个 语出天然 还巧妙带双关 我刚才说了 南边的人 性格都很委婉 是不会直接说出来的 因此这种谈情说爱 在古人的心目当中 更加更加隐晦 就常常会用一些双关来代替 读音一样 意思不同 在南歌当中 往往会出现莲子这两个字 这莲子 它其实要写的是什么呢 后面这个 爱莲的莲 莲子 莲子是什么意思 心疼你 子是你的意思 无子 无子 它真的要写无童树的字吗 不是 它说的是无子 我亲爱的你 再来看 诗子 哪里什么诗子 它其实要写 思念 有 苦离 有谁去啃一下离把 苦的 不可能 苦苦离别 对不对 相视相思 这个是指 相思 这是南歌的一个特点 第三个 叫做借景抒情 利用景物 来传达 深晚的一个情感 表现具有浪漫色彩的爱情 和基调 哀伤的情绪 第四个 体质很小巧 基本上是框子的 要么是五言 要么是四句 五言四句 这是南歌当中的 写选的一小段 素膝不梳头 撕发披两肩 晚生狼膝上 何处不可怜 那什么意思呢 对不对 昨天晚上到今天 我只没有梳头的 但是我的头发是非常漂亮的 一直垂到肩上 乌黑又亮丽 然后我轻轻的 把头发 或者是身上的手臂 搭到 亲爱的你的膝盖上 你回头看一下 我从上到下 哪一点不美 西周曲 南朝岳府民歌当中 最长的抒情诗篇 相传是 梁武帝消炎所作 讲的是一个 女孩子在家里 盼望丈夫 归来的一个场景 一枚下西周 折梅记江北 丹山姓子红 双病 鸭除色 西周在何处 两桨桥头渡 日暮 伯劳飞 风吹 乌旧树 树下记门前 门中路 翠殿 这个女子 在家里 自己的丈夫 已经到西周去办公了 在家里苦苦的等 先是回忆 当初 下西周的时候 梅花还开着 紧接着 折了一枝梅花 往江北寄过去 希望这个 因为这西周在江北 那个地方 希望他能够收到 我的一个思念 苦苦的盼望 回来 为了能够给他 一个惊喜呢 他换上了一件 红色的单衫 打扮得很漂亮 把头发 梳得很整齐 鸭除色 就是像 小小的乌鸦一样的 头发又黑 又亮的一个感觉 叫双病 鸭除色 那西周到底在哪里呢 很远 只是说了 叫梁桨桥头渡 是需要到桥头坐船 才能够到达的 不是我现在能去的 于是我只能鼓鼓的等 一直等到日暮 天色已晚的时候 伯老鸟都已经飞走了 伯老鸟都已经飞走了 风吹着我家门前 那棵大大的乌旧树 树下就是我门口了 等来等去等不着 于是门中路淬电 这个淬电 其实是头发上的那一根 发簪子 发簪子从门中路出来 说明是已经把门打开了 打开干什么 实在等不了了 出来看一看 回来了没有 这是这样的一个场景 等等等等等 忍不住 门打开了 看一眼不在 看一眼不在 这个时候就出问题了 刚好被邻居看见 你怎么出来了 作为一个男哥 一个女孩子 他肯定是比较委婉的 他总不能直接告诉你 我等等等等 等那个不好意思说 于是怎么说呢 我出门 我要去采那个莲子去 接着下面要开始 采莲子了 开门 狼不至 出门采红莲 采莲南唐秋 莲花过人头 低头弄莲子 莲子清如水 致莲怀袖中 莲心彻底红 一郎 郎不至 羊首 望飞红 红飞满溪洲 望郎上 清楼 开门了 结果还是没有回来 只好假装 出去采红莲 采莲南唐秋 秋天的 南边池塘 一边采莲 发现这个莲花 长得很高 已经高过人头了 于是 不好意思低头玩弄着莲子 莲子清如水 而且呢 把莲子 尝到袖子里面 这个莲心 已经很红很红了 这里的莲子莲心 其实 就是一种双关的手法 莲子莲心 一郎郎不至 回忆 再怎么想念 还是没回来 羊首望飞红 抬头看着 天上的飞红 那飞红其实是什么东西啊 哪种鸟 好多种的鸟 哪种鸟 我也知道是鸟 红 红到底这个红是什么 是什么 青如红毛 种于泰山 这个红是大雁 红是大雁 红飞满西周 望郎上青楼 很高的楼了 只好走上高高楼 再去看一看 会不会从远方回来了呢 楼高望不见 近日栏杆头 栏杆十二区 垂首名如玉 捡连天至高 海水遥空绿 海水梦悠悠 君愁我意愁 南风之我意 吹西周 到这里就结束了 西周曲 到底有几个绝的地方 绝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个叫做心思巧藏 首先一个男扮女装的写法 能写成这样 已经很成功了 心思巧藏 第一个 体现了一个女孩子在家里 等自己的丈夫 等得很不耐烦 而且希望丈夫回来 就看到自己最漂亮的样子 在这个地方 换上了红色的单衫 并且把头发 梳得油油光光 亮亮 特别的漂亮 紧接着可是没有 等到 于是出门去看的时候 又被人家撞见 你干嘛去 只好假装 我彩莲 对不对 彩莲的时候 刚好又借着这个莲子 莲心 把自己的思念给弄出来 这个叫双关 莲子就是思念你 莲心 就是心里面 还是在想念着 莲心 再往后 第二个 托物剂情 我们来看一下 他托了哪些东西呢 看到哪里啊 这里有 折媒 托物 剂情 还有呢 莲心 莲心 好的 莲子 有了 还有吗 飞红 有了 这里 还有一个 海水河 南风 这是托物剂情 第三 时节变迁 时节变迁 在这个里面是 做的非常巧妙的 看上去好像是在一天里面完成 其实根本就不是 开门 开门不在 然后出去采莲 采完脸还没回来 上楼 上楼了一直看看了没回来 希望南风吹 哪有那么简单 我们来看 折媒的时候 是冬末春初的时候 才开梅花 单山杏子的时候 是已经到了初夏的时候 天气热了 才把它换上单山 紧接着 薄牢飞的时候 什么时候薄牢鸟 会飞呢 因为薄牢鸟呢 这个是种夏 夏季过到一半的时候 薄牢鸟 有了 再往后面看 什么时候能够采到莲子啊 夏末秋天开始的时候 有莲子了 再往看 飞红是什么时候 深秋快要冬天的时候 才是啊 有飞红的时候 所以你看 过了多长的时间 非常非常长 非常非常 整整快一年的时间了啊 这个是时节变迁 最后缠连而下 缠连 又叫顶针回环 顶针 就是说 第一句的结尾 和第二句的开头相似 不是相似 是一模一样 造成一种 小狗摇尾 把这种弯弯绕圈圈 不停的回环往复 不停的回环往复 读起来也很舒服 这里有好多了 我们来看看 风吹 乌旧树 树下 寄门前 这是一个 顶针蝉帘 再来看 还有没有这里 低头弄莲子 莲子 清如水 仰手望飞红 红飞满溪洲 是一个 这里只有一个楼字 望郎上青楼 楼高 望不见 这里是最后的一个顶针了 蝉联而下 所以要真正体现文化功底的话 南歌还是比北歌要 好一点 抢了很多吧 抢了很多 这个是西州曲 北朝明歌 北朝明歌 大部分都是来源于黄河流域 长江以北 收录在郭茂倩的这本 岳辅诗集里面 主要的作者是显卑少数民族 那显卑族的人写的当然是显卑语了 对不对 直到后来被我们汉朝的人翻译过来 才用汉字的形式记录在岳辅诗集当中 数量跟南歌相比 少了很多 写法跟南歌相比 差了很远 但是内容比南歌相比 广泛不少 再看地理 在北方 要么是一望无际的一个平原 草原 要么就是大沙漠 要么就是荒地 总之很开阔很开阔 没有水 但是一望无际也会开阔人的心胸 使得北方的人很直爽 对不对 两句不合 立刻开动手 对不对 说帮你就一定帮你 一言九鼎 好 北朝明歌的第一个内容 反映北方民族的游牧生活 放羊放牛的那种游牧生活 风俗习惯 以及风光景色 这里一个代表 赤乐歌就是当中的一个代表 赤乐歌是显卑贵族当中的 显卑族当中的一个代表名作 本来是用显卑语写的 很押韵 但是翻译成汉语之后 就不怎么押韵了 所以今天读过来是没怎么押韵的 赤乐川 阴山下 天似穷儒 龙盖 四 雅 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低 献 牛 羊 献 牛羊 这是一个通讲字 牛羊 在草当中 那北朝明歌读起来 是要非常非常慷慨的那种 声音要洪亮 要有穿透力 第二 反映北方民族的一个尚武精神 在北方 大部分都是游牧民族 他们居无定所 你在这块吃草 谁规定是你家的 对不对 等到吃的差不多了 怎么办 抢别人的去 所以今天 男女老少 从小开始 很小的时候就要开始练习射箭 骑马 格斗 摔跤 等等技术 无论男女的 所以北方民族 豪迈 慷慨 说是说不过你的 但我可以动手啊 对不对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种 粗犷豪迈的个性 下一首 新买五尺刀 买了吧 新刀五尺长 五尺长有多长 比这个桌子还要长那么一点点 悬柱 中梁柱 悬在客厅里面 看一看 一日三摩梭 每天拿它摩三遍 摩得又刀又快又锋利 干什么呢 给我十五岁的女儿用打 第三 反应战争 摇曳及生活的苦难 最最具有代表性的 肯定是木兰词 这木兰词 又是岳斧双臂当中的一个 岳斧双臂是岳斧诗当中 最最棒的两篇 孔雀东南飞 以及木兰词 那木兰词这个是 很有名很有名的 老外都知道的 万里富荣基 观山渡若飞 硕气传惊拓 寒光照铁衣 这个写得又非常非常的精妙 从开头 叽叽富叽叽 木兰当户之 不闻积住声 唯闻女叹息 问女何所思 问女何所意 女意无所思 女意无所意 开头 这个作者写得好像 南朝明歌一样 特别温柔 叽叽叽叽叽 在织布 对不对 接着呢 木兰对着户在织布 特别轻柔的一个夜晚 但是一会儿功夫 听不见织布的声音了 只听到在叹息 哇 听来听去 这难嘲吗 难道 唉 那父亲就问 怎么叹息了呢 你在思念着谁 你在想些什么东西 这个时候才一转 变成北朝明歌 叫 女意无所思 女意无所意 我谁也不想 我谁也不想念 突然之间话锋一转 强硬起来 这个就是北朝明歌了 北朝明歌 讲战争的 胸在城中 地在外 功无弦 断掉了 剑无阔 剑头没了 粮食伐尽 若为活 粮食都没了 我怎么活呢 救我来 救我来 这不是木兰子啊 这并不是木兰子 在北朝的明歌 有没有那种文采呢 差很多 都是直来直往的 这种最真挚的 情感的一个书法 男儿欲作剑 结伴不虚多 耀子惊天飞 群雀两相波 男儿可怜虫 出门怀死忧 狮丧峡谷中 百骨无人收 当中只有一个字 是生字 对不对 就是那个耀子的耀 男儿欲作剑 这里的剑字 是怎么解释的呢 壮士勇士 男子汉 要么不当 要当就当猛男勇士 怎么个猛男勇士 结伴不虚多 我需要很多帮手吗 不要 我一个人就可以了 结伴不虚多 要么就是像那个 福生 要么就是像 蓝陵王一样的 猛士 耀子惊天飞 群雀两相波 讲着什么 我杀敌的时候 就要像耀子 从天边飞过一样 什么是耀子 耀子比老鹰小 比老鹰要凶狠两三倍 当耀子飞过的时候 小麻雀 像两边 像波浪一样散开了 就是耀子惊天飞 群雀两相波 好了 这个就是第一段 讲了一个男子 如何希望自己成为一个 猛士的一个心态 接着就惨了 当猛士 没什么好下场的 结果就是接着来了 男儿可怜虫 出门怀死 我出门的时候 早就怀着必死的决心了 尸丧峡谷中 百骨无人收 这个是 起鱼歌的一个内容 挺简单的 因为北朝鸣歌 就是这么简单 没什么弯弯绕的 也没什么太多的修辞 好 第四 反映婚姻爱情生活 南北朝鸣歌当中 最多的一类 北朝是如何反映的 南朝弯弯绕 还有双关 北朝全都直来直往 你要不答应 不答应就打你 这是最终 我们来看这一句 月明光光 心欲舵 欲来不来 早欲我 如果这个语字 当动词来解释的话 他要读 第四声 叫做欲 这是什么意思呢 看看天 有明月 看看星星 多好的一个天气 我已经等了这么长的时间了 你到底来还是不来 月黑风高 星星出来 那会儿天气特别好 今天晚上要不要来见我 要来不来 你小子给我早点说 听到没有 再往后 趋阳入谷 赶阳了 游牧生活 白阳在前 那后面 那后面是什么呢 年纪大了的 十七八岁的 叫老女 老女不嫁 老女还没有出嫁 踏地呼天 踏地 踏地 仰着头 大叫 叫什么 啊 还没出嫁 赶阳的时候 在感慨自己还没有出嫁的 这样的一个场景 就跟南朝那种温柔的感觉 就完全不同了 对不对 先来总结一下 北朝宁哥的艺术特点 第一个 宁哥风格是粗犷又豪迈 质朴又刚健 语言简单舒朗 质朴无华 没有造作 形式呢 就不像南哥那么统一了 什么五言四句 五言不够了 演 五言太多了 我写四言 还有杂言的呢 这个就是北方的 就是不按照规矩来的 想怎么写就怎么写 那么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